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汤头煮滚之后加入一面 最后打颗蛋 两分钟就能上桌 等等 还要再加两片炸过的鱼酥 放进碗里 光看就令人头水直流 不过这碗锅上一面 汤头大有来头 必须要用柴鱼熬煮好几小时 喝起来才会甘甜 炸鱼酥更是要用当天 献送的起鱼肉 直接献炸 简直就是锅上一面的好朋友 吃起来超搭的 鱼酥除了沾汤汁 别有一番风味之外 当地人还会拿姜泥加酱油 沾来吃 一口吃下甜甜咸咸好滋味 西鱼片然后裹粉下去炸 因为之前的话 还有蝦子的时候 是吃得到蝦子的 只是现在好像蝦子产量特别少 所以就是吃不到蝦子 不过我还是 我从就算之前有蝦子的时候 还是比较喜欢吃鱼甜 我喜欢吃鱼的那个味道 他们的汤头非常的好喝 在高雄还没有找到像这样的汤头 然后他们的鱼饭也非常的好吃 汤头还蛮鲜甜的 然后又加上那个拌手蛋 那个蛋液 然后又加一点那个辣粉的话 我觉得蛮对味的 不过怕单吃锅上一面太无聊 这里还有现切乳味 鱼味切一切 用独家蜜汁酱汁滚烫一下 就可以端到客人眼前 CP值高又有饱足感 可说是当地人口袋名单之一 一到平常日吃饭时间 店内几乎都坐满人 我们从早上开始一直熬 我们四点半就来台南 做到晚上九点半 中间都没休息 因为我们有接班 我们中间都没休息 所以他的汤头会特别好 这家锅烧鱼面已经开了三十年 传承到第三代 靠着汤头以及高CP值打出名声 想吃最高扎的锅烧面 来台南就对了 答案